考驾照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是像很重要的事 但是碍于平常日要到学校上课 总是和考照的时间都不拢 经理站特别隔周加开星期六上午的考照时间 赶在寒假结束前的最后一周 很多家长带着家中的孩子前往考驾照 透过镜头让我们一起看看现场的状况 骑上机车准备录考 很多想拿机车驾照的人面对考试情境 总是难言紧张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压管扣分 打起精神 谨慎经过直线七秒弯道测试 最后还有平交道前停红灯 终于露出轻松神情 这是考取机车驾照前必经的测试 经理所为了给有考照需求的民众方便 特别加开隔周六上午的考照时间 让民众觉得很便利 爸妈都上班 可是平常日又要上课 所以就比较没时间 礼拜六可以考就感觉很好 对 就爸妈可以再我们来考 是啊 是很方便 我觉得这个开放 就是平常上班 大家上课都没有时间 我觉得监理所这个措施是不错的 经过监理所的统计 利用周六来考机车驾照的人 又已刚满18岁的年轻人居多 考取驾照后 终于可以松口气 爽啊 怎么说 以后就可以合法上路了 我们监理所对于考机车的这个朋友来讲 我们提供要便捷的服务 让他可以不用请假 那么在每一个礼拜二 第二个礼拜六跟第四个礼拜六的这个上午 我们都提供机车考驾照的服务 而目前高雄市区的监理所 凤山每个月第二与第四个周末 加开假日考照时间 南子区以及林雅区 则是第一与第三个周末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港元城黄子倩周福庆 采访报导 状态 状态 状态